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啊 我们说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别管是实体流量 股线流还是近债务流量 是吧 我们的关键都是要把未来流量折现 所以呢 这个折现模型的参数呢 实际上啊 我们就是要有折现率 要有这个现金流 还要考虑这个期限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折现率 为什么说最简单呢 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 是吧 我们第四章已经解决了 因为我们刚才的公式都是 这个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嘛 那这些资本成本 第四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是吧 怎么来算股权资本成本呢 是吧 可以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啊 也可以债券收益分险议价法呀 还可以用我们的股利模型 是不是 那怎么来算债务的资本成本呢 我们有四个公式 是吧 什么到期收益率法啦 什么可比公司法 什么分险调整法 还有财务比率法等等 就是这个第四章全都讲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像我们去年考虑综合题 它就是让你先用第四章的知识 我们把资本分给它算出来 所以这块呢 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 折现率的这个估计的问题 然后你就记住一致性 股权流的折现要用股权资本成本 实体流用加权的资本成本 当然债务流呢 应该用等分险债务成本 是吧 不过我们一般来说考试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对于债务的价值 我们都是采取 就是主观体采取的是 简化方法 就是账面价值法 需要你算的 主要是股权和实体这一块 是吧 好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啊 折现率我们会了 用第四章的知识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参数 就是期限 因为我们刚才强调 我们的是无限期的寿命 对不对 那你说无限期的寿命 你让我算无限期的流量 我算不完啊 没有终点啊 那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预测 无限期的流量 我们在做价值评估的时候 要把这个无限期的 这个寿命啊 给它分成两段 分成什么呢 详细预测期 和后续期 对吧 也就是说 零是我们的估价实点 本来我们是 无限期的寿命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为了避免 预测 无限期的流量 我们就分成两段 第一段呢 是我们的所谓详细预测期 我们就简称为预测期 是吧 那么在这个详细的预测期 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你 因为它是有限的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T 这块是我的详细预测期的期末 那你就要对 1到T 这个流量 你需要算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你去详细的去算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那就是后续的稳定期 或者说永续期 就是说从T到无穷 对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后续期了 那么后续期呢 N到无穷 我们不用你再算流量了 在后续期呢 我们是假设企业进入了稳定的状态 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 那这样一来 它既然现金流有一个稳定增长率 那你后续期的 这个T加1 这个识点 那我的流量是什么 那我的T加1的流量 就可以直接拿 我们的这个 详细预测期期末 这个DT成个 1加增长率计 对吧 这块呢 我想跟大家强调 考试的时候 到底 我们要详细的去算 哪一些年的流量 你放心 它一定会告诉你 让你算 比如说 假设我们今年考试 我们让你算 预计的 比如说 2021年 2022年 和2023年 就让你算这三年 那就说 你就算这三年流量 它让你算哪几年 你就算哪几年 然后呢 我们那个 比如说我刚才那个要求 让你算到2023年 对吧 那么2024年呢 你就可以直接拿 你的那个2023年的数据 给我乘个一加增长率 就可以了 是吧 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 就是简化的方法 我就假设到了 后续期以后 是吧 我们就逐渐是有一个 稳定的增长率了 那么 如何来判断企业 是不是进入了 这个后续的稳定的 这个期呢 我们实际上 就是说我们 有这样一个 判断企业 是不是进入 稳定状态的标志 是吧 它是不是进入了 稳定状态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有两个标志 一个看它的增长率 就是如果说 这个企业的 销后收入增长率 稳定了 而且呢 它大体上等于 宏观经济的民意增长率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它 就是其实是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企业 无限期寿命 给我分成两段 它其实是基于这个 竞争均衡理论 它认为一个企业 不可能永远都是 这个高增长 因为你如果要是 永远都高增长 你这个经营领域 就很诱惑人 那就很多人 就都跑你这个领域来了 那么你这个 有很多人 进到你的领域来 竞争加剧 那么你的收入 就会放缓 对不对 大家可能比如说 特别明显 比如说我们像 这个去年 刚开始疫情发作的时候 口罩很急缺 所以刚开始 把这个口罩高价 而且都买不到 是不是 那那时候 它的增长很快 看起来好像 这个收入也很高 都供不应求 那你这个 太诱惑了 好多人就全都来 做口罩了 包括什么 做汽车的 我也来 新产口罩来了 那你这个领域 就竞争家具 家具以后怎么样 你的这个收入 就要放缓 对吧 那价格要下降了 销量也会下降 那么一直叫 降到什么呀 它一直降到 和整个宏观经济的 民意增长 基本一致了 你这个领域 就不再有诱惑了 对不对 因为我往你这儿投 也是这样的增长 我其他投也这样 那你没啥意义 那我就 没有那么多人 进入到这个竞争领域 那么竞争就趋于均衡 所以呢 就认为 他的这个收入呢 应该有一个 到了稳定期以后 他收入就稳定了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增长率 大体上等于 宏观经济的 民意增长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投资回报率 应该说呢 也是稳定了 它应该 等于我们投资人 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还有那个道理 如果你的投资回报率 特别高 老是超过这个 我们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那你这个领域也是很诱惑人嘛 那就会有对手 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由于竞争加剧 回报率下降 一个等于必要不好率了 那这个 没有什么诱惑了 就趋于均衡 是吧 实际上就是说 理论上讲 为什么我们说认为 到了后续期 它就趋于稳定了 实际上是有趋于这样一个假设 这是说 客观题 有的时候它会 让你去判断 那么它是不是进入了 稳定状态 但是我们从 主观题的考试啊 大家反而就放心啊 到底哪几年 是需要你详细预测的 什么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 后续稳定期了 你就可以用简化方法 主观题一定是已知的 是吧 反正这个我们反而很放心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看我们 三个参数 则限率 用第四章的知识解决了 我们这个无限期的寿命呢 分成两段 而且主观题考试是给的 是吧 前几年 到底是前三年 还是前两年 它一定会告你 然后后面就是后续的稳定期 那这个期限我也划分好了 所以其实 最关键的在于 如何来确定 详细预测期的现金流 以及呢 我们 后续的 我们刚才讲了 后续去 我是简化的方法吗 我认为它现金流 有一个稳定增长率啊 那你那个现金流的 那个稳定增长率 怎么定 这是你的关键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个 就是现金流的确定 那么对于现金流的这个确定呢 实际上 我们 如何去预测这个 现金流呢 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 就是单项预测 什么叫单项预测呢 就是利用我们 前面第二章不是也讲过 管理用报表 流量表 是吧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实体流量 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我们的实体流量的公式 我们按照它的这个来源来说 我们应该是收入 要减去成本费用 那我们说所谓利润吧 是吧 税后基因净利润 但因为税后基因净利润 把非复现的 则又摊销减了 我们说别减 加回来 就是税后基因净利润 加则又摊销 所以我们谈的 一定是毛流量 这个毛流量 就是收入 弥补的成本费用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还要减去必要的投资 你持续经营 必须要满足不断的投资的需要 所以要减去什么呢 一个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也就是我们的 短期的经营资产投资 对不对 还要减去什么呢 资本支出 就是长期的生产经营资产的投资 那么剩下的才是我们 可以给所有投资人 回报的实体流 所以那个公式 我们是涉及的四个要素 如果是单项预测呢 它就会告诉你 未来我的税后基因利润 是怎么样的 我的折旧贪销如何 经营运资本投资怎么样 然后资本支出怎么样 就给出你每一个项目的一个预测 然后你去利用公式去算 那这种预测方法呢 它实际上是割裂了 我们数据之间的关系 是吧 不便于我们发现 哪些假设可能就是不合理 对吧 然后可能也不容易被人接受 凭什么你就说 这个折旧贪销增长那么多呀 凭什么资本支出增长这么多呀 别人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所以其实在实物中呢 我们一般用的方法就是全面预测法 那么全面预测法呢 就是要编制 成套的预计报表 根据预计报表 我们来算这个现金流 那这个方法不仅说实物中用 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考的这个全面预测法 就是你要会编制预计的资产负债表 预计的利润表 然后根据这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来算我们的预计流量 就这样的一个 就是全面预测法 那我们就来看具体的啊 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全面预测法 来算我们的现金流量 首先第一个啊 考试的时候 我们预测未来不是盲目的预测 对吧 你得有一个基数 那么这个机器的数据 可以是实际的 上一年的年末的实际数 也可以是修正后的那个实际数 但是别管是实际还是修正 放心 考试的时候主观题一定是已知数 是不是 所以就是你要找到这个机器的数据 这块要跟大家强调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年 那当然很久以前的考试 因为它是综合题嘛 那它综合题呢 它就是 第一问呢 它是向你分析这个企业 它的这个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让你算 它的这个管理用的那些指标 是吧 然后你编着管理用报表 然后来计算有关我们这些 什么进经资产经历率啊 什么这个税后经历经历率 什么什么进财务杠杆等等 让你算那些指标 那大家看 这个第一问 是考你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 是不是要分析企业实际的情况啊 你既然分析实际情况 我当然就应该按照 它考试给我的那个 实际的报表 我们编出来的实际的 那个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啊 还有利润表 我们去算那些指标 是不是 这是第一问 让你分析 比如说我们今年考试 假设我们也是这样考你 第一问 让你编制 呃 该公司2020年的管理用的报表 然后呢 第二问让你来计算 是吧 那么这个这家公司的 就是我会的 我们让你第二 让你用我们这个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 去分析这个2020年相比较 比如说这个行业对手 怎么样 那大家看这个都是实际数 但是第三问呢 因为它综合体嘛 第三问呢 我们现在 你看它那一年考 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 就为了要边云进行评估 它对数据呢 做了修正 修正后的报表数就给我们了 啊 那么你看 人家都给了你了 但是我们那一年 有好多同学呢 他还是用他自己 前面那个 做这个实际报表 分析那个实际数 这个不好 为什么不好啊 其实我们在实物中 更多的可能要用修正数 那这个修正数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想 你要预测未来 无限期的寿命 我们要以基数为基数 预测未来 那么实际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 我们有些营业外收入啊 什么资产的这个 处置收益啦 是吧 那么还有什么 比如说 什么减值损失 那些东西可能都有 你想你 未来无限期的 你去预测 未来无限期的那些 什么营业外的收支 什么减值损失 你觉得合理吗 对吧 而且企业价值 它是取决于 这些非正常的东西吗 不是这样的 所以通常 他考试的时候啊 我们 一般都是直接给的 对吧 或者有的时候 他因为考综合题 前面是实际 但是后面 等于说让你做 这个我们的 未来价值评 他给了一个修正数 既然给了你修正数 那我就用修正数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这块就是 细心一点 第一个 机器数据 一定是已知的 但是你要找到 正确的 机器数据 是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谈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刚才谈了 因为你要做 无限期的寿命 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 一个现金流的估计 那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是把 无限期寿命 分成两段 那么一个就是 确定详细的 预测期间 客观题里面 希望大家注意什么呢 不是说详细 预测期越长越好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 现在都是拿计算机 我拿一个cell 就是我们只要 把公式 一复制粘贴 就自然就出来 你预测十年二十年 都有可能 都不用我们人来费劲 计算机费劲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要记住 在客观题里面 要记住 这是说在客观题里 考你的 就是理论上讲 预测期不是 越长越好的 不能超过十年 是吧 你超过十年 你想你预测 二十年的 你看起来好像 哎呦 这个人好用功 其实没有用 你预测十年以后的数 那太不靠谱了 对吧 所以详细预测期 并不是越长越好 但是主观题啊 我们刚才讲的是 客观题要记住 客观题要记住 不能超过十年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 主观题的时候呢 哎 他要如果考我们 一定是已知的 放心 对吧 哪几年 让你详细预算 流量 一定是已知数 所以这个 也是已知数 对吧 所以就方便了 然后第三个 因为你要预计报表 我们般来说 都是以销售为基础 因为企业 为了要支持收入 我们是需要 占用你的这个资金的 你要预测你的 有关资金的 占用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要考虑 相应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 筹资的来源 考虑你的负债 权益 是不是 然后也是根据收入 来考虑你的利润 所以预测 都是以销售收入为基础的 那么这个预计的收入呢 从客观题来说 比如说 你怎么来预测收入 我既要考虑历史 也要结合未来的变化 包括宏观经济啊 行业的状况 企业自身的经营战略等等 那你要去做修正 就是说 在客观题里面考虑 我们也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但这个啊 常识都不用专门看 但是呢 还是这道题 主观题考试的时候 我们预计增长率 一般都是已知的 它会给你 所以这个你看 基数 收入的增长率 是吧 哪几年是详细预测期 都给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 根据这个 给的这个条件 我们来考虑 算它的这个详细预测期的 每一年流量 我们先来看书上的例子 它是告诉我们说 公司目前是处于 高速增长的时期 某零年 也就是我们的基期的增长 是12% 某一年 可以维持12%的增长率 某二年就开始下降了 每年降两个点 某五年降一个百分点 增长率为50% 就说 至某五年 公司进入了稳定增长状态 永生增长率5% 其实大家看 这个收入的增长 我们是某五年 第一次就降到了 稳定的5% 对吧 其实这块呢 我们书上它这个例子 就说把某五年 作为了稳定的这个增长期 其实我们 可以把这个 第一次收入降到稳定状态 那一年 你可以作为一个转换点 就是说实际上在 做主观题的 现金流的预测的时候 就是想跟大家谈什么呢 就是收入的增长 确实是某五年和某四年 是增长5% 但是现金流的增长 像我们这要提 也就是我们的现金的流量 某六年的流量 我们是拿 某五年的流量 去乘上一个 一加上增长率 是吧 比如说我们增长率 5%这块 流量 其实我们 都是要考虑什么呢 就是 一定是详细 预测流量的时候 一定是给它算到什么呀 第一次 收入 降到稳定的一年 我们刚才不是讲的 详细预测期 要算出 每一年的现金流 所以 某五 像我们这要例题 某五年的流量 是要你算的 对不对 这是 就是说理论上 但是考试你放心啊 到底算哪一年 一定是已知条件 所以这块呢 我们 如果你觉得 太别扭 我不想管那么多 那可以不管它 对吧 因为我们考试会给出要求 要求你把现金流 给我算到哪一年 然后呢 后面的流量 你就用上年流量 成一加几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意思 所以就说 考试是已知的 是吧 所以我们就来看 它给了我们增长率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来看 有了收入了 有了这个 未来的这个收入增长 那我们怎么来编制预计报表呢 这个预计报表啊 这个格式和我们第二章讲的那个管理用的报表格式是一样的 管理用利润表 我们有一个公式就是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税后利息等于净利润 是吧 大家还记得吧 管理用的报表 我们实际上是把那个经营和金融分开 上面是我们的经营 实际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个公式EBIT 我们说减去利息I 乘上E-T 这是我们的净利润 对吧 这是会计的净利润 然后我们把这个E-T给我乘进去 第一项 EBIT给我乘个E-T 这是税后的净利润 减去第二项 I乘的E-T是税后利息等于净利润 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找到税后经营净利润 还有税后利息 这两个一净净利润 是不是 这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那么我们在编制预计报表的时候 也是要把税后经营净利润给它算出来 税后利息算出来 那么这两个有了一净就可以有净利润 就是管理用利润表 对吧 只不过我们在编制预计报表的时候 它的数据要面向未来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预计资产负债表呢 也是和我们前面第二章的那个 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是一样的 就是左边是净经营资产 右边是净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所有的权益不变 是和我们的那个传统权益一样 我们是把资产负债区分经营金融 所有的经营放左边 金融放右边 所以我们的净经营资产 实际上就是经营资产减经营负债 由于我们一般来说 考试它让你区分流动和非流动 那么流动的 就经营流动资产减经营流动负债 我们称为是经营运资本 而这个长期的呢 就是经营长期资产减经营长期负债 称为净加个净的 是吧 净经营长期资产 所以其实净经营资产呢 我们可以根据经营运资本 净经营长期资产相加得到净经营资产 这边呢 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是吧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估算出来 资产负债权益全有了 就净经营资产净负债权益全有了 我们的管理用的利润表 这几个地方都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 根据预计的资产负债表 还有预计利润表来算我们的流量 那这个计算方法 和我们前面第二章讲的方法 算流量的话完全一样 只不过我们在前面第二章 是根据实际的这个报表 算出来的实际的那个流量 我们现在是要先编预计报表 有了预计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以后 你去根据预计的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去算预计流量 就这意思 所以呢 我们来看现金流量的公式 和我们第二章讲的一样 我们第二章讲过 但是时间太长 大家可能会有点忘 我们再啰嗦一下 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在第二章给大家介绍 现金流量计算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 就是说从它的来源 我们也把它成为剩余的流量法 什么叫剩余呢 就是我们的现金的收入 要扣除呢 它的这个成本费用 利润还要扣除必要投资 剩下的 就是可以给所有投资人 以回报的流量 对吧 所以我们的公式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税后基因净利润 加择就贪销 这不就是收入要 减去成本费用吗 对吧 但是我们要算的流量 应该减去是负现的成本费用 是吧 会计的利润 把非负现 折就贪销减了 所以我得加回来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税后基因净利润 加折就贪销 给它起个名字 叫营业现金毛流量 那么经营运资本增加呢 是属于我们的 短期的生产基因 进资产投资 因为你要减去必要投资 先减去短期经营投资 我们可以得到 营业现金的净流量 是吧 把毛流量扣除 我的经营运资本增加 得到净流量 然后再给我减去 长期的 生产基因性资产投资 就是资本支出 就得到实习流量 以下我们的四个要素 我们如果已经有了 预计报表了 税后基因净利润 就是根据预计的 利润表吧 折就贪销 一样道理 考试会告你 它一定是已知的 基因运资本增加 我们是拿本年减去上年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拿本年 基因运资本 减去上年基因运资本 就像预计的 减去基期的 可以到预计第一年 然后预计第二年的话 就预计第二年的减去 预计第一年的 就是这意思 资本支出 由于我们知道这个 在资产负债表上的那个 就是长期的净金资产 是按净值劣势的 所以我们在算资本支出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用净经营性的 长产增加 这期末年期出 但是你别忘了 要把折就贪销给我加回来 是不是呢 这是我们以前给大家 在第二章讲的 就是如果我的净值 初始是一千 我今年提了一百万折就 我的净值就会降到九百 对吧 但如果我跟你说 我们期末的净值 和期出相比 没变化 还是一千 那你想什么原因啊 一定是有新购买的固定资产 所以实际上 我们在算这个 资本支出的时候 一定要用期末的净金资产 减去期出的 但是别忘了 把你原来提则有 那个减少的数要 给我加回来 是不是 所以要加上则有的贪销 这是我们在前面 讲的第一个公式 是吧 就是它的 剩余的要法 那这个公式呢 一般是用在什么呢 它考试如果需要 中间过程 就是我想让你得 得到毛流量 得到净流量 是吧 还要让你算资本支出 那么这种考题 需要考你中间过程的时候 我们才用这个公式 这个我在第二章 已经举例讲过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啊 第二个公式 融资流量法 其实这个公式 我们在第八章 反而用的比较少 这个其实就是 客观题里面会碰到 就大家 从我们前面讲的 实体流 对吧 它等于什么呀 就是股权流 加债务流嘛 对不对 实体是给 所有投资人 带来回报的 那当然就等于 股权流 加债务流 那么股权流量 怎么来确定呢 你就考虑 股东和企业之间 交易的流量 得到钱是流入 拿出钱是流出 所以股东 得到股利了 流入 你看正的 公司发股票 股东是拿钱 买股票 所以减去股票发行 然后呢 如果公司要是回购股票 我们家会股票回购 而对于债务流量呢 我们得到钱 尤其我们都算是 税后流量 得到钱是流入 所以税后的利息流入 但如果我们新借债务 公司新借债务 对我们来说是 拿钱去买人的债券 所以是流出 减去新借债务 但如果人家公司 还我在了 我是流入 加上 所以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 到底是借债还是还债 其实你就看它 净负债的期末 期出相比的变动 如果期末比期出多了 不就是又借债了 所以就减去净负债 对吧 我们有一个通用公式 这是前面讲 但这个公式我觉得 其实反而 这个方法二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 客观题可能会碰到 大家重点掌握就是 方法一 和我们谈的方法三 特别是在我们 第八章这块考试 它用的最多的是 简便算法 我们就是不要求中间过程 其实主观题考试 要么考你方法一 就是要求有中间过程 要么呢 我不要求过程 我只要流量 我们就用这个 简便方法 对吧 这个简便方法 我们前面给大家推过 那大家现在来回忆一下 我们就按照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来源公式 税后基因净利润 加则有贪销 还有减去必要投资 包括短期的基因资产投资 包括长期的基因资产投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又谈到 资本支出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要考虑 长期的净基因资产的增加 但是你要国家 则有贪销 这两个则就是一样的呀 既然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 大家有一个 简化的公式 你看 它就是 税后基因净利润 减净基因资产增加 是不是呀 然后呢 我们刚才又谈到了 这个债务的流量 是税后利息减净负债增加吧 实体流量 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嘛 就是税后基因利润减净基因资产 而债务呢 是税后利息减净负债增加 那你看这两个再减一下 它减去它是什么 税后基因净利润减去 税后利息是什么东西 不就是净利润吗 而你这个净基因资产的增加 减去净负债增加 还有什么东西 不就是所有的权益增加吗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股权流量这个公式 是税后利润减去 所有的权益增加 对吧 所以其实大家看啊 这个减变的公式 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后 我们就很好记了 要看它考试上我算什么 到底是实体 还是股权 还是债务 是吧 所以我就用一个 某个特定主体的流量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归属于主体的收益 这个归属于东西的收益 怎么去理解 比如说大家可以跟我先 还是回忆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管理用利润表的公式 你看管理用利润表 我们是把EBIT乘以E减T 就是税后基因净利润 对吧 然后呢减去一个税后的利息 这是等于我的净利润的 但如果我把税后利息 给它放到等式的右边 就把税后利息拿过来 那就是税后利息要加上净利润 对吧 那现在大家看这个公式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怎么来算税后基因净利润呢 可以用间接法 因为净利润是传统报表 这个数不用改的 对不对 所以你把净利润给我加上 税后利息就是 税后基因净利润 那我们先来看净利润 净利润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归属于股东的收益啊 如果要是我们公司分光致敬 我不考虑后续发展 股利支付率百分之百 是不是净利润都应该 给我股东分红啊 是不是 所以我看净利润是归属于 股东的收益 哪怕他不给我分红 留下来了 留存收益 不也是归属于我股东的吗 那我们再来看税后利息呢 是不是相当于是企业 给债权人的呀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归属于 债权人的这个税后收益 那你的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归属于 全部实体的收益啊 他俩之和嘛 所以这个东西啊 是归属于 全部投资人的 或者说是归属于实体的 整个企业实体的 收益 所以其实我想给大家强调什么 就是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它体现了 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收益 税后经营净利润 因为他没扣利息嘛 是不是 但是扣了所得税 因为所得税是给国家的 既不给股东 也不给债权人 所以我们要扣税 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归属于 全部投资人的收益 税后利息是给债权人的 净利润给股东的 对吧 所以管理用利润表的 三个要素 就是体现了 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收益 那我们再来回忆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呢 我们 是净经营资产哈 它等于什么呀 等于净负债 加上一个 所有者权益 对不对 这是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 三个要素的这个横等式 就新的横等式 净经营资产等于净负债加权益 但是大家知道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是一个十点报表 如果以年报为例 反正是那一天的 对吧 假设我们要你编制预计的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你编的是预计期末的 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净经营资产期末 是一千万 而上年呢 我们只有八百万 为什么净经营资产增加了呀 是不是你一定是今年我们 有新的资金投入啊 你再回忆一下 所以财务管理就这样啊 综合性很强 我们现在得用到我们前面第二章了 我们在第二章讲 这个销售百分比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提问 让你计算融资的总需求 企业未来融资总需求 怎么算啊 是不是净经营资产增加呀 对吧 就是原来我们一台设备 是吧 储备一点材料就够了 所以八百万的这个资金占用 是吧 净经营资产八百万 那我们今年呢 我们原来一台设备不够 还得再加一台小设备 对吧 原来存货储备也不够 也得再增加 所以导致我们今年年末的 净经营资产增加是一千万了 去年的八百万 今年一千万 那你新增加那块是什么 那不就是你要 等于说我们要多追加的这个资金吗 就是融资总需求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能拿十点 光看你不能说期末一千万 那就都是今年投的吗 不是啊 我原来还有厂房设备的呀 我们增加那一块才是你今年投的 对吧 因为资产负代表十点指标 我们的利润是十七数 是发生额 你不能拿发生额和十点 去直接去加减去 是不是 所以我要考虑我的变化 那这个变动才是我的投资 所以这个增加的净经资产 这就是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的融资总需求 对不对 这个融资总需求 百分比法下融资总需求 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什么呀 你这个企业 作为实体来说需要 总的投资金吗 是不是 就反映的是一个实体的净投资啊 是吧 所以这个就融资总需求 或者是作为企业实体来说 你的总的净投资是多少 净需要追加的资金是多少 就是增加净经资产 那我们说增加净经资产 这边是增量 那你这边 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上年末八百 今年变成一千万了 所以我们需要的资金的占用规模 增大两百万 那这个钱得从哪来呀 融资的总需求 需要两百万 要么所有者给你投 要么所有者给你投 所以他的投入是不是也是 考虑增量啊 所以这个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那就是相对于是什么呀 股东 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金投 就是股权的净投资啊 我们把它称为是股权净投资啊 而增加的净负债呢 那不就是我们债权人投的啊 或者说你把它称为债务净投资 其实我们算这个主体现金流量的时候就特别简单 你只要把握住啊 如果考试让你考实体流量 那你就要看归属于实体的收益是多少 那么在扣除啊 应当有我实体承担的那个净投资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实体流量 那如果考试让你求股权流量 那你就考虑归属于股东的收益是多少 扣除我股东的净投资 所以你就是把我们这个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扣除管理用资产负债表三个要素的增量 就可以得到我的特定主体流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 比如说考试让我算实体流 那我就要用什么呀 最后经营净利润啊 那投资呢 用实体净投资 这个实体净投资怎么来的呀 不就是净金资产增加吗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股权流呢 那就是归属于股东的收益净利润 那减去股权净投资 那债务呢就是归属这些人的税后利息减去 债权净投资 那么这些净投资呢 其实就是利用我们的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要素的增量 对吧 所以就其实很好记了啊 这个简化的公式大家记住 就是用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扣除呢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要素的增量 一定要用记住增加额才是他的新投资的资金 对不对 一减就可以等于我们特定主体的这个流量了 对吧 所以他们的差量 他们俩相减的这个数额 就是我们要得到这个 所谓这个流量 所以就很好办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考试考你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我们就记住 我要找到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找到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要素的增量 然后有了以后两个一减 就是你的管理用的流量表的这个流量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谈的有关简便算法 现在我们来看书上的例子 大家跟我一块来完成一下 书上的例题比较简单 你看 他就直接给了我机器营业收入是一千万 有关的信息给的表八到二 如果预测未来 他就会给出你有关 我们要编管理用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那你看他给了我 消耗成本 消耗管理费用 净金资产净负债占收入比 都给了 你看是不是太简单了 是吧 因为我们就是要找到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要素 他已经给了我们净金资产净负债占收入的比了 那我只要有预计收入 收入一乘它 不就把净金资产净负债可以得到吗 对吧 而且呢我们这个 有了这个收入以后 扣除基因性的成本费用 是税前的基因利润 你乘个一减T就是税后的 然后税后利息呢 我们有净负债了 你把净负债乘上债务的利息率 再乘个一减T就是税后利息 所以这个就 书上这个例子就特别的简单 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找到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要素 那现在大家看 你看他给了我们预测的数据 收入增长率有了 那如果要是考试 我们看一下我们做题的这个步骤 首先大家看 到底要算哪几年的这个 比如说预计的这个报表数据 考试会给要求 你像我们书上这条题呢 它就比较啰嗦 它让我算到某六年 它让我算多少年 我就算多少年 没问题 反正它要求嘛 那我们就要考虑 首先我要把税后收入 是不是算出来啊 那我这税后收入怎么算呢 因为基期收入是一千 所以某一年的收入怎么算啊 是不是一千 乘以一个 一点一二啊 某二年呢 那就把上年收入 再给我乘个 一加百分之一点一 某三年再用上年 给我乘个 一点零八 依此类推 对吧 都是拿上年收入 乘上一加上 本年增长率嘛 所以销售收入就有了 那么收入有了以后呢 大家看 你的成本 还有销售管理费用 他们占收入的比 他告我整个占75%吧 所以我的经营成本费用 是不是可以得到 你的总的经营成本费用 就是不扣利息的啊 就不含利息的 就是经营的成本费用 比如这是第一行是收入 那我第二行的经营成本费用 我就拿第一行的收入 你给我乘上一个 经营性的成本费用 占收入的比 是不是就 经营成本费用都有了 然后收入减去经营成本费用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你的EBIT啊 我的EBIT 那就是把第一行 减第二行 那就可以有了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要得到管理用利润表 三个要素 我要有税后经营经利润 所以呢 我要得到的是EBIT 乘以1减T 那T呢 你放心 考试会给你预计的税率 25% 所以我们这要T就太简单了 我第四行的数据 是不是拿第三行的数据 你给我乘个1减25% 所以第四行数据我也可以有了 所以你看 我有了税后经营经利润 那我们还得有税后利息吧 那税后利息 它给了债务利率 所以这块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有的时候考试同学经常会问我 老师我在算利息的时候 我们是拿这个预计的负债成利息率 还是七出负债成利息率 其实我们考试有一个约定属性的规矩 它只要不特指 是按七出负债来计算 是吧 你要记住啊 只要考试不特指 它只要没有特指 按七出负债 算利息 对吧 它只要没有说 我是要按七出负债算利息 我们就都是什么呀 我们在算利息的时候 只要没有特指 那我算利息 我们这个预计的这个税后利息 那就是用什么呀 用你预计的 当期的啊 因为你要预计第一期 预计税后利息 等于预计当期的 金负债 乘上它给我的那个利息率 对吧 再乘个一减题 是这样 就是 如果不特指 我们的这个利息的计算 就是用预计的 当期净负债 乘上预计当期的利息率 但是 有特指 按特指来 对吧 我们说不特指的话 就按这个 但是如果有特指 它到底怎么算的一个利息 是按年初负债算的 还是按平均负债算 那考试就会给你特指 如果有特指 你就记住 按特指来 我们后面会举以往的考题 那有的时候它就特指 说按七出负债 然后它就啥都不说 那你就按预计负债来 反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只要没有特指 我们都是用预计的负债 用预计当期负债和当期 就来算它当期的那个利息 是不是 那像我们这条题 没有特指啊 它没有说是按七出负债算利息啊 所以我要想得到这个税后利息 我得有净负债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求税后利息 我得先有净负债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先去 编一下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这条题太简单了 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 净负债占收入比 是占40% 净经营产占80% 所以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算这个 净经营资产吧 我们这条题就非常简单啊 那么净经营资产 它就直接告你是占收入比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 我们的这个第一行的收入 是不是 你给我乘上一个什么呢 80%就完了 然后我们书上这个题 其实举的非常不好啊 很少说负债 金融负债和收入有稳定比 它其实考试了 一般会告诉你说 我们有一个稳定的资产结构 就是这个净负债 占经营资产比是不变的 比如我告诉你 我的净财务杠杆 是吧 假设我告诉你 我的这个净负财务杠杆是1 所以净负债和权益是1比1 那由于我们资本结构不变 所以你的净负债和净经营资产 是同比变动 对吧 它其实是隐含这样一个假设 那当然像我们这条题呢 就直接一样道理 我就按收入乘以10%就完了 所以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净负债 大家看净负债 我就是像这条题 收入乘上一个我们40% 所有者权益呢 是不是两个一减就完了 净经营资产减去净负债 你把这个 5减6 大家看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三个都有了 那管理用利润表呢 我们现在有了净负债了 我要求利息 我把它放在上面吧 写不下了 比如说我第八行的数据 我要想求这个 税后利息 怎么求啊 税后利息 你看 我们已经 第六行把净负债算出来了 对吧 那税后利息 那就是拿 我们的第六行的净负债 你给我乘上一个 利息率 我们这条题的利息率 告诉你是6% 但是我要考虑 税后利息 所以再乘着1减20% 所以你看 税后利息也有了 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第四行 税后利息 是第八行 如果我想让你求净利润呢 没问题 对吧 我再加一行 第九行 净利润 净利润不就是拿 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 第四行的数据 扣除我的第八行的税后利息 不就可以得到吗 所以你看 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4 8 9 就是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 税后利息和净利润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三个要素 我也有了 但是我要你算什么 算增量 什么叫增量啊 本年减少年 因为我们基期的哈 你看基期的净金资产和净负债 我们是可以得到的 对吧 你把这个一千万 乘上这个 百分之 八十 那我的基期的净金资产 它就是八百万 那么基期的净负债呢 是四百万 权也是四百万 那你有了基数了 我们的增量 就是本年减少年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你像我们这条例题 是不是 第一行的收入 我已经讲了 都是用上年收入 乘以一加增长率 对吧 就是这个第一行 我们很简单 都是拿上年的 乘上一加上 他给我的增长率就完了 净金资产呢 是吧 后面给的答案 我先算 其实无所谓 先算哪个都没问题 因为净金资产 告诉我再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行 那就是拿第一行 去乘以百分之八十 不就完了吗 然后净负债 他告诉我是再收入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们拿第一行 乘以百分之四十 权益两个亿减 是吧 两个亿减就可以得到 但是我要得到增量 因为我们要找到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增加额 那就是本年减少年 对不对 你像某一年和机器去比 那不就有了吗 所以增量有了 我们还要找到 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也是收入 我们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呢 税前经营净利润 大家看这一行怎么来的呀 不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吗 你实际上是 因为我们的收入 要减去成本费用 是吧 其实考试时候 你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列表 写了一对一个过程 其实考试的时候啊 他如果让你填表 我们其实就是想看 你的现金流 那你只要把这个表里面 自己需要 那个三个关键要素 给他找到 就好办 像这个税前经营利润 就是我们谈所谓EBIT这块 那EBIT怎么来的呀 我们不就是用 用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吗 然后减去一个 经营性的成本费用 就是那个营业收入 乘上一个 我们的经营成本费用 我们刚才谈了 总共是 75%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那就说我们的EBIT 就是营业收入 乘以1减75% 所以这一行 就很容易得到 有了税前了 税后的呢 那就用税前的成个 把这个EBIT 你给我成个1减T 不就完了吗 税后利息 因为有净负债了 对吧 你把净负债 给我成个税后利息率 不就可以吗 那你可以看 我们书上 他编的这个预计流量表 实际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那些 就是说不必要的过程 你都可以不用去写 他如果让你填表的话 那其实就是要找到什么的 你看 我们要有这个 税后基因净利润 对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 怎么算这个税后基因净利润 这一行我已经有了 然后净基因资产增加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出来 他的预计的净基因资产 然后都是用本年减去上年 所以这一行也有了 所以这两个一减 就是我们的实体现金流量 对吧 然后呢 税后利息 我们刚才也算出来了 所以你用税后利息 减去净负债增加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什么呀 债务现金流量 那么股权流量呢 我们说两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实体 减去债务 也可以怎么样呢 拿净利润减去 所有的权益增加 都可以 对吧 一般来说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为了避免 得算好多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实体 有了债务了 两个一减 是吧 所以我这个股权流量 你也可以用 我们这个实体流量 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实体现金流量 扣除债务流量 一样的 对不对 或者说 你就是用我们前面 因为已经有了 净利润了 对不对 你可以验证一下 两个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减去所有的权益的增加 都可以得到我的 这个股权流 这是书上的这个例子 所以大家看 我们对于现金流量的确定 实际上 我们谈了三个方法 但是我们想说呢 在主观题里面 大家重点掌握的是 第一个方法和第三个方法 特别是第三个方法 简辩方法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结合 以往的主观题的考题 你看基本上 考的都是我们第三个方法 但是呢 第二个方法呢 就有的时候客观题里面会碰到 所以我们也可以结合 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下 那么这道题呢 它是 是个多选题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公司 11年的税后 金融净利润是250万 左右摊销是55万 金融营运资本的增加是80万 但是分配了股利50 税后利息费用65万 净负费增加50 公司当年末呢 就是当年没有发行权益证券 让你判断以下方法中 正确的有 我们可以来看 首先看A 说营业现金毛流量是225 那你看它实际上就是 要考你这种中间过程 对吧 那你营业现金毛流量怎么算呢 那我们说税后 金融净利润 加则有摊销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250 加55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应该是305 而它写的225 很显然这个不对了 所以A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B 它说债务流量是50 那么债务流量的公式 我们是用税后利息减去 净负债增加 所以你看税后利息多少呢 是65 净负债的增加是50 所以这样一来是多少 是15 所以这个也错了 那你像我们那一年 如果是那一年考试的话 我们就特放心了 因为多选题最少得有两个对 我都不用算了 C和D一定是对的 因为AB是错的嘛 对吧 但是现在假设啊 我们得知道为什么 假设我们比如把料题赶了 我问你不正确的有哪些 那么不正确的 那我就不知道C和D 有没有不正确了 是不是 就要算一下 那这个实体流量 怎么来算呢 我们的公式本来是用 你想我们算实体流量 是用税后基因净利润 加走友摊销 减去经营资本增加 再减资本支出 但你看 它没给我资本支出 所以这条路 暂时走不通 另外我们的实体流 也可以用什么呢 减化公式 就是税后基因净利润 减去净经营资产增加 但它这里面呢 也没给我 净经营资产增加的问题 对吧 那么也 这条路也不同 那我们再接着看 我们的实体流 还可以等于什么呢 股权流加债务流啊 是不是 按照融资流量法 它是等于股权流加债务流 那我们就考虑 股权流是多少 债务流我们说是15了 那么股权流量的计算 其他这条题 你看 股权流量本来我们说 应该用净利润减去 所有的权益增加 这是一个公式 是不是 那这里面没有 但是我们说 还有一个公式 融资流量法 它应该等于什么 就是股权流量是考虑 股东和企业之间 交易的流量 得到钱是流入 拿出钱是流出 应该是用我们的股利 减去股票的发行 或者加上股票回购 对不对 那像这条题 它没有发权益证券 也没有做股票回购 是吧 因为它只要不提股票回购 那就是没有做 那其实我们在 就是外部的股权资本 不变的情况下 我的股权流就等于什么了 就等于股利了 是不是 因为股权流实际上是股利 要减去一个 我们可以把就是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 股权资本的竞争家嘛 就从外部来考虑的 股权资本竞争家 现在我们既没发股票 也没回购股票 这个是零了 所以在没有增发股票 也没有回购股票的时候 我们的股权流 就是股利流量 所以它的股权流呢 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于50 所以你看是不是就是 实体流等于65 所以这个就对了 那资本支出就好办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 没有资本支出 所以不能用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剩余流量法来算 那现在就好办了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 实体流是65 它取决于四个要素 税后基因进入了250 加则又摊销55 减去基因因 资本增加80 还得减资本支出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可以 倒求出这个资本支出来 是不是 所以这个 我们的现金流量啊 有三个有关的公式 是吧 可能主关题考的比较多的是 我们的简便方法 但是客观题里面 我们其实这些方法 也要把握 好 那我们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